Hotel 价钱实惠,stuff也很friendly,很值得推荐 我们现在先check out,然后放下行李 接下来就去今天要去的景点 这就是Hotel早上的外观 经过这家手信店,饼干蛮好吃的,价钱也算便宜 10澳门币一盒而已哦,而且感觉很用心 我们来当手信的 我们来到了这条小吃街 这间很妙,到处都有连锁店,应该蛮出名的 你可以随意选择喜欢的肉串,配喜欢的酱汁,咖喱鱼丹,即食豆腐 想一下来到Hotel早上的咖喱 太多了 但它咖喱只有一点少耶 这碗好吃老婆 快咖喱烧,我觉得还是不错啊 这是另外一间澳门很出名的普世蛋塔店 新鲜出炉的蛋塔也是只可以打包带走的 太热了 可是我觉得今天的比较好吃啊 昨天还太烫了,吃不到味道 我们中午又回来到Mellow Square 这是玫瑰教堂 但是在下降了 走吧 堆堆的 这个是红豆灯蛋 这个是双皮灯奶 我觉得我会比较像胸培兰 我们来到了澳门出名的Timbak Wunzai Chi 这个是它的Menu 哇,你看它的队伍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不想排队可以打包会优先处理 本来想排队了 不过最后还是算了吧 我们就打包了Howa Wunzai Chi 到了老 affected 里面他们的生 eig exercise var الإ 那是莞过what 芒果豆腐花 到底是什么的味道啊 这是五头 especial麦грο 它的有点 就...很濃稠哦 蒙古的島出發是黃色 蠻特別的,沒有看過 好奇怪哦 沒有吃過這樣的味道 就替這個島出發來看 剛剛... 恰好,蒙古的味道 不知道要跟他解釋 是不是沒有吃過 也讓我很奇怪 木油豆漿味的 白手 油渣鬼 真的沒有味道耶 好久哦 這是澳門很出名的土產店 聽說最出名的是花生堂 我們回到Hotel前面的公園 風景很漂亮吧 來吃剛剛打包的文宰奇咯 好,吃到梅花獎了 安行 還行 牛的滑燙 味道是夠的 可是有點挺的 那麼好,吃到最 shy 唷 因為窗外只會是有什麼 便宜 到夜總共 那麼多 很漂亮 我們沒看過 讓我考慮 咦 歡迎 要坐喔 所以 按摩 是去漁人碼頭 這裡就是澳門的漁人碼頭 這裡的建築風格 類似古龍馬都是常人建築物 參觀完過後 現在我們要去這裡的外港碼頭 準備去香港了 就在這裡排隊買票去香港 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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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Hotel了 很靠近 哈囉 翠華是一個國式茶餐廳 這個就是他們的菜餐,來看看吃什麼 我們點了他的招牌 六義豆菌 挖麥芯 來喝一杯奶茶 然後這個是東漿公菌 挖拼頭麥芯 對,是一杯奶茶 大概是一杯奶茶 真的很好吃 好! 我真的 超好吃的 有肉 你看,好大片肉喔 哦 很濃的 他告訴我們這塊 對啊 美織可以 哈哈哈哈